24个最受欢迎的心理学故事 从野孩子、女巫猎杀到巴斧洛夫的狗 揭开隐藏在实验背后的细节与真相 24个最受欢迎的心理学故事 来自心理戏课堂上 那些引发学生热烈反应与讨论的话题 在美国圣若望大学 拥有数十年教学经验的霍根博士 深深知道一个好的故事 才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 而且那些历史上没有记载的实验后续 案例发展 心理学家种种怪癖 以及因错阳差的事件小插曲 才是改变心理学发展的最大关键 心理学家尼尔格兰的方法是这样的 他将一个资料夹随即分送出去 然后鼓励这些拿到资料夹的人 将资料夹转传给他们认为会靠近目标对象的某人 而且他们只能将资料夹传给一个离他们不远 并跟他们关系亲近的人 然后这个收到资料夹的人 又被要求将资料夹传给另一个跟他关系亲密的人 以此类推 每个连结都是为了让资料夹更靠近预定的目标 每个资料夹里放着用来追踪资料夹传递途径的卡片 当资料夹最终到达目标手中 米尔格兰就会知道这个资料夹到底转手过多少人 他借此判定一个资料夹到达目标的手上 究竟需要多少次的连结 在还没有实验之前 如果有人问你 把一个资料夹送到某个你全然陌生的人手上 需要经过几次转手 相信每个人估算的数字都会很高 许多人认为必须多达100次以上 但实验证明 根据米尔格兰回收到的大部分资料夹 一个资料夹要到达目标的平均次数大约是6次 这个数字实在是低得惊人 这个原理最后定名为6度分隔 在全世界数十亿人口中 米尔格兰证明了人际关系惊人的连结程度 而且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办到了 这24个故事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 不许你会发现 真实的故事有时候比小说还要有趣